Hello,大家好,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,这个话题是地震,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新闻,就在前几天,台湾发生了一个蛮大的地震,是7.4级。 那这是25年前,台湾有一个更严重的地震,叫做921,那时候我也经历过,的确是蛮可怕的。 那前几天这个地震,据说是在921之后,另外一个严重的地震。 对,那今天我就想说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地震,还有这个地震的前兆。 前兆就是说,在地震发生前呢,我们的周遭,我们的环境,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寻常的现象发生。 当然,这些现象并非跟地震有直接的关联,但是有些人认为这些现象,它有可能就是地震要发生之前的预兆。 当然,这并不一定有直接的科学根据,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聊天的话题,来跟大家聊一聊。 首先呢,第一个预兆就是有人会察觉到在大地震要发生之前呢,动物,有一些动物的行为会变得有点奇怪。 有的动物呢,有的动物呢,它会比人类更早感觉到地震要来了。 所以,有些人,它们家里面有养猫或狗,会发现说猫或狗会突然变得很紧张,然后不停地走来走去。 或者是,有些狗呢,它平常还蛮乖的,可是突然间会发现它好像一直叫,大叫,一直叫个不停。 那有人说,那有人说这是因为动物的感觉,它们的感觉比人类还要灵敏,能够感受到地面那个微微的震动和变化。 那有人就说,这个我们可以从动物,猫啊,狗啊,的这些行为的改变,能够接受到一个警告。 就是说,当我们察觉它们在叫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时候,我们可能就是要提高警觉,要注意,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地震。 这是第一个人家所说的预兆。 第二个呢,也是跟动物有点关系,就是鱼,鱼会乱跳。 有时候,如果地震快要发生的时候,有人家如果有那个鱼缸啊,会发现说,他们的鱼全部,不是一两只,就是很多只一起跳出鱼缸,或者是水槽。 那有的鱼呢,它就会停止鱼缸,那平常鱼可能就是这样很顺的,很自然的,游来游去,但是当他们感受到地震,地震即将要发生的时候,他们可能会开始乱跳,甚至会跳出水面。 那这是另外一种说法,就是说鱼呢,他们对震动也是相当的敏感,他们好像会预先感受到,即将要发生地震,所以呢,他们就会跳离,他们原本所在的那个鱼缸,或是水池。 接下来第三个,要跟大家聊的也是有人这样观察到的,就是有些昆虫,像是蚯蚓或是马路,就是昆虫蚯蚓或马路等等,他们会爬出地面,而且是很多很多。 对,那通常我们比较少会看到蚯蚓或是马路,很大量的出现在地面上,但是如果你突然看到, 很大量很大量的蚯蚓,或者是马路,或者是马路,这些昆虫,他们都爬到地面上,整个密密码码的时候,那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感受到, 地底下有些事情即将要发生,可能就是地震,所以他们就纷纷爬上到地面上,要躲避那个地震。 所以也有人说,所以也有人说,当你看到大量的昆虫蚓啊,或者是马路,他们爬上来的时候,在地面上出现,那有可能是地震即将要发生了。 接下来第四个,也有人观察到奇怪的云,有时候在地震快要来之前呢,天空会出现一些奇特很奇怪形状的云,云长得很不一样。 这种云呢,这种云呢,看起来就好像是从地底下被喷出来那样,所以,人们也会说这种云叫做地震云。 那有科学家推测说,那有科学家推测说,这种云是因为地底下的岩石在移动的时候会释放出一些气体,然后影响那个云的形状,造成说这个云看起来很奇特。 但当我们看到这种云的时候,但当我们看到这种云的时候,有人就说我们需要小心,也许这就是地震的前兆。 第五个,我要讲的是地底下,地底下会有声音,有时候地震发生前会从地底下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,像是很低沉的隆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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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隆这种声音,或者是其他一种摩擦的声音。 听起来好像是地底下,听起来好像是地底下的岩石在互相摩擦或者是碰撞那样。 那人们就会把这种声音,那人们就会把这种声音叫做是地明声,因为周围没有其他明显的声音,所以这种声音很可能就是地震来临前发出的警告声。 那第六个,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地下水位,地下水位的升降不正常。 通常呢,通常呢,地下水位都会维持在一定的高度,那可是有时候突然水位突然下降很多,或者是上升很多的时候,有可能就是警告我们地震快要发生了。 对,那这是第六种,那这是第六种,地下水位突然下降很多,或者是突然上升很多。 对,那么以上六个点呢,是一般人说的地震的前兆。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过这个每一个灾难的发生。 谢谢大家。